大家早 请坐 我们今天从 牢上群书之药 续文学习起 群书之药 太宗十六岁 《随父丛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 这个动乱还蛮长的 从汉末 到魏晋南北朝 这个算蛮长的一段时间 在中国历史动乱那么久 这个比较少见 处在这么长的动乱 人心是很希望安定的 戎马 孔种 十余年 等于是都在 打仗 十多年 后来 二十七岁 集帝位后 当上皇帝了 延武修文 特别流行于智平之道 智国平天下之道 修身养名 百姓动乱这么久了 希望百姓动乱 修养身洗 过上安定的日子 太宗呢 英武善变 太宗 这个 武艺高强 而且也是很有辩才 而且 遗憾 早年 他十六岁就 随赴 从军了 读书 读书不多 渐于潜水 我们刚刚说 魏晋南北朝 还有水啊 水朝才三十多年 后来就又动乱了 灭亡之师 以死为借鉴 这个 太宗也是有 三句名言 以同为敬 正一观 以死为敬 知兴替 这个朝代为什么兴 为什么衰啊 读历史可以知道 今天 作业 大家思维一下 你所了解到 一个朝代衰败的原因 兴盛的原因 你所知道的 就可以了 看着 生知啊 创业 不易 哇 要统一天下 这个不容易啊 而且守成维艰 你建立国家了 但是你要 保持他的 长治久安 也很不容易 我们看魏晋南北朝 这个过程有多少个朝代 很短的时间 就灭亡了 所以守成维艰 所以守成维艰 在这里呢 提到啊 太宗觉得他呢 读书不多 这个是有自知之明啊 这个看到读书不多啊 哎呀 真的就 很惭愧啊 自己读的书是太少了 啊 啊 真的 书中自有 黄金乌啊 书中自有 言如欲远 你看就像这一本 群书之药 读书之药 食指的精华 开卷有益啊 你每天能 读一段 这个就是 当说编辑者 加持你了 甚至于是 所提到的这些古圣先贤 他加持你了 所谓责任日以远啊 你看这些 经识子里面的人物 可能都是 尧顺雨汤啊 这个情汉 那个时代的人 典型在树喜啊 风言斩书读 古道照颜色 你的真诚恭敬啊 就超越这个时空了 所以了凡事训有说 或梦往胜先贤 提膝皆影啊 所以我们学这一部书过程 看看有没有人 看看有没有人梦到 这个书上啊 比方说燕子 到底梦里来了 什么 哦 你们的眼神好像不太相信啊 说不定颜悔到你梦里来了 都有可能 感应不失忆啊 我也听过有一个同修说 子贡请他吃面啊 呵呵呵 嗯 哦 最好是子贡叫他说话啊 呵呵呵呵 这个更好 这个德行言语正式文学吧 这个宅我子贡是言语的专才 那 太宗呢 在这里展现 啊 除了他这些 具备的特质啊 能力啊 你看英勇善变啊 他还有一个特点 从这个治良间感受到什么 自知之明 其实自知很重要啊 老阿上说修行的两件事啊 自过 改过 自过就是自知我 不自知啊 不知道从哪里 改过 从哪里提升自己了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事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静 所以古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啊 哎这个应该跟什么 哎静下心来 哎我今天有没有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 是整个人的习惯啊 还在习惯啊 呢 今天有事 我先进去做 都要承计 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古人都这么做了 他才有成就 我们现在假如不做呢 那我们能有成就吗 比方说老和尚守三个条件 那我们要不要守 不守会怎么样 老和尚说守三个条件 三个月他觉得心清净了 你看这个都是他老人家讲习当中讲的 那我们有没有感觉 自己的心清净了 什么时候有这个感觉 你感觉心清净是结果 必有原因 师父领净门 修行靠个人 自己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 这个要自己观察 这个老师帮不上忙 甚至一看得出来也不好说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都有面子 都有面子 讲多了 怕我们不舒服了 还得自己下功夫 自己关照我 所以你看到古人这些行仪要做这个思维 古人要这样才有成就 我们现在不做行吗 大家冷静冷静 现在功夫得力的人 展现了烦恼清智慧场 修行人不多了 那别人有没有烦恼清智慧场 这个我们管不了 得问问自己 有没有烦恼清智慧 贪欲有没有少了 发脾气的情况有没有少了 这些都是自己要检查 所以夏老师说的 须打破自欺一关 时有伤良处 我们起了这些念头 讲错话 做错事的 我们都不觉得 不承认 不对质 那就自己给自己悟了 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悲哀 不是被别人骗了 被别人骗了 是消业障 感谢欺骗我的人 因为他尊敬了我的见识 而且你也还了债 不悲哀我 最悲哀的是自己 骗了自己 把自己也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可以成佛的机会 丧失掉了 这个是最可痛 可悲的事 人世间其他的事都不可悲 为什么 过言于言 所以为什么 海贤老和上要说 成佛是大事 念佛是大事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 这个要看清楚 我们昨天班会 同学们提到金刚经理的 一切有违法 我们现在所见一切人数都是有违法 假的你去追啊 你就搞轮回去了 真的你要掌握住啊 真的佛号是真的啊 你就出轮回了 一切有违法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啊 如路亦如电 阴作如是观啊 梦啊 别当真啊 虚幻的 像肥皂泡一样 不能执着啊 贪着啊 不然就搞六道了 甚至是剁三二道了 三图一剁啊 不好玩了 五千节啊 所以我们必须啊 先打破自欺一关 所以太宗 他能成就工业 首先他自知 他没有骗自己 人当的皇帝有时候很容易 忘乎所以的啊 历史当中 这种情况太多了 太宗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你看 不少皇帝杀功臣 太宗跟 他这一些 跟他出生入世的 那种情谊都很深 有时候我们读了都 都流眼泪啊 你看那个 跟慰慈敬德 跟杜儒惠 房玄陵他们那种情谊啊 这个我们后面讲到君臣啊 再来讲啊 不然又拉出去啊 又讲几个故事 这节课又没了啊 我得克制一下 这确实值得学习的地方啊 太多 这千古一帝啊 那 自知 确实不易 我们从孔子的教诲啊 孔子说啊 以以乎 无未见 以以乎就是感叹了 哎呀算了吧 翻作白话一点 无未见能见其故 而内自行 则也 很未见 我翻得保守一点 很难见到 能够见自己的故 这是知故了 内自行是什么 悔过 我还没有到改哦 所以为什么说过儿能改 善莫大言呢 真的能改不容易哦 比方说我们 探讨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写一写 我有改正了什么习记 又有一个作业啊 你从修行以来 遇到传统化以来 你改掉什么习记了 你正在改什么习记了 不敬则退哦 你这个都不清楚啊 你说啊 佛法是内学啊 你看在自己心地当中下功夫啊 我们每天都看着这个人不顺眼 那个人有什么过 功于论人者啊 查己必输了 你的时间经历都在看别人过了 你自己心地功夫要提升不大可能了 所以六祖提醒我们 常见自己过啊 与道极相当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啊 我们一见人过啊 我们没有在道中啊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哦 可离非道也啊 就不在修行的状态了 不在修行在什么状态 在造业的状态呢 轮回心造轮回业啊 所以这些经句都很重要哦 不可虚于离也哦 而且啊 你在道中就不在劫难当中 可是不在道中啊 会招感业力啊 所以黄念老说 警防业力发动 应该要善根发动 一个人懂得知过改过啊 善根发动 他那种改过的决心啊 敢佛菩萨的加持 敢身边良师益友对他的父子 你看了凡先生说 民者良朋提醒 忧者鬼神证明 没有人的时候 举头三尺有证明 余敬一恭 你看他那改过的决心 在观音菩萨面前 磕头磕到流血 发愿 愿善念永存 善力精进 善念能够一时保持 这种勇猛精进的 行善的力量 能发出来 提升它 躺丝毫至宽 勇跺地狱啊 哇你看这种改过的勇猛 这是我们学处哦 大家不要今天听完磕头磕到流血 那个精神要掌握啊 你在英国汉学院磕到流血啊 到时候爸爸妈妈不能离境 但古人那种决心啊 令人动容啊 敬佩啊 可是你不到这样的决心啊 要突破习气可不容易啊 这个夏老的法语给我们 印证啊 夏老说的 真正学道自然 必须发大勇猛心啊 立决定志啊 你看那种勇猛 不顾生死 这勇猛啊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啊 你看它磕头磕到流血 那种决心啊 不顾生死 宁肯碎骨粉身啊 终不妄失正念啊 这是一个修道人的状态啊 这些话大家要放心上啊 没有一个人轻轻松松就成佛 就往生极乐的啊 还有不计成败 你这个要对字称慧啊 哎呀又扶不住了 情绪又来了 这个是正常的 哪有你 调腹一次就 称慧心就不再起了 静静退退 是很常见的 黄老说啊 你不能一直退啊 你要想办法止住 这个烦恼啊 所以 不顾生死 不计成败啊 你不能 没有稳住这个称慧心了 又延伸出气馁来了 沮丧来了 那你本来要去一个习气啊 去一天梁啊 又把其他习气都掉出来了 别干这种傻事啊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哪个正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这句话里面 尊重自己的福性啊 尊重自己的福性啊 这一句话里面 本师的教诲啊 本师的恩德啊 师长的教诲 都在里面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你看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了 你这一念 你这一念 提起来了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儒家很重视啊 仰浩然正气 要寡欲 要调伏欲望 欲如水啊 不饿则滔天啊 欲望你不止住它 它像水一样 会变滔天巨浪啊 哇 你就可能 那色欲很猛啊 你可能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你一生 可能 可能 几十年努力啊 毁于一旦啊 我们在佛教界 见到这样的例子 不在少数啊 都是很知名的人物啊 哇 这个色欲没过 对佛门形象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 映竹当年也有感叹 有一些很聪慧的人才 出了问题了 哎呀呀呀 映竹也是不声唏嘘啊 而我们要调伏欲 养正气啊 那请问大家哪一句 鲁家的经句 鲁家的经句 很好提起来 哎 大家 大家 大家念本科的时候 应该学过不少鲁家的经句啊 哪一句 苟至于仁者 无恶意 感受一下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感觉 一不一样 力度一不一样 苟至于仁 无恶意啊 这个不一定有佛价值 呵呵 你念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之所互念啊 所以辱身 遇到佛法了 我相信啊 他可能也会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来调伏欲望 来提起正念 为什麽 方便啊 方便啊 又究竟啊 他能帮助你成佛啊 他能深深唤醒自己啊 啊 红明正章自性啊 啊 他是六字统色万法 他这一句佛号 是无上深妙禅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果地上的功德啊 寒色在万德鸿鸣之中啊 你老实念佛啊 全色佛德 成智德啊 啊 这个法门叫 他立派 就藉由佛的价值了 你念其他儒家的经文啊 没有诸佛价值啊 他立派 有佛的 四十八院的价值 果教门 他是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一般的法门是什麽 修因得果 这一点差别 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为什麽 《无量寿经》说 这个法门叫 行操普贤 用个操字哦 等彼岸哦 普贤菩萨 还要劝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往生极乐世界哦 普贤行是 菩萨的顶法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王 而普贤行怎麽圆满的 往生极乐之后圆满的 这些大家要注意哦 因为老和尚就是讲华言讲到这里 被普贤菩萨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给倒回净土 黄念祖老师 黄念祖老师讲经的时候常常提 我们老和尚就是被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的 讲到这里黄老都哈哈笑到 因为普贤菩萨发愿啊 愿我灵欲命中使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现前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啊 现前成就此大愿 他往生极乐世界啊 十大愿圆满啊 我们最近刚好四十八愿讲到最后五愿 后面五愿呢 为菩萨发的 前面主要为凡夫发的 后面为菩萨 菩萨没有这个法门 要成佛也很很不容易的 哦 所以这一个法门是 果 果教门啊 唯佛与佛乃能知啊 要到佛的境界才清楚明白这个法门 身闻易解施佛制啊 敬其神力莫能策啊 如来功德佛制之啊 唯有世尊能开示这个法门 所以大家看有没有读过阿弥陀经 佛都叫着射利佛 射利佛一句话都对不上 呵呵 那是佛的境界啊 好 哦 所以我们 听到 孔子这个感叹哦 哦 未见能见其过内自行啊 而 很好啊 改过的方法 哦 就是老实念佛啊 哦 而且这个 哦 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啊 对治 八万四千烦恼啊 习记啊 都是对治啊 哦 哦 布施 菩萨万六度万恼 布施 对治千谈 十戒 对治恶业 忍辱 对治称慧 对治 精进 对治懈怠 禅定 对治散乱 有没有感觉我们的心有时候会 会急啊 会乱啊 禅定 对治散乱 哦 昨天 哦 我们班会也提到 哦 哦 宇昂有提到 哎 觉得自己性格极 哎 这个就是属于 自知咯 哦 哦 我们看有时候人家提醒我 我哪有 不承认啊 旁观者清啊 我们又不承认了 人家帮不上我们 哦 文欲孔 文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还是感召啊 哦 你能感召到良师益友啊 还是自己受教的态度 哦 那个自我感觉良好啊 人家说不上话了 哦 我也有见过同修啊 啊 讲一段话呢 就忍不住啊 要赞叹自己 一两句 哈哈 你说这个还好提醒他 哈哈 哦 看到这个情况 别结怨啊 哎 孔子也教导我们 啊 法御之言 人无从乎啊 改之为贵啊 这个法御之言 就好像别人为你好 提醒你 啊 义正此言啊 啊 能无悦乎啊 啊 哎呀 就想一想 哎 我有他说的这么好吗 悦而不一 人家一称赞就高兴了 也不想想 我有这么好吗 只是越来越高兴了 从而不改 哎呀 谢谢你提醒我 但你没有去改 哦 那就无目了 如之和也议啊 那我也拿这个人 没啥办法了 那你变成是应付人家 哎呀 谢谢你提醒 没有改啊 哎 哎 劝你的人一看会怎么样 哎 算了算了 不不攀缘 不勉强 哦 所以确实 人世间啊 都是感召 能感召到良师益友啊 都不是偶然的 好 好 所以 这个 刚刚提到 六度代表万恨 菩萨修行的万恨 都没有离开对质习气 好 而 很多的法门呢 哎 有一些是对质称慧的 哦 有一些呢 对质 淫欲兴的 哎 但有一铁药啊 万病种之 叫阿且头药 啊 你们有听过这一铁药吗 啊 这个念佛三昧 就是你修念佛啊 三昧是定的 念佛三昧叫保王三昧 三昧中的王 他呢 对质一切习气 所以我们只要知过了 承认有这个过 又肯老实念佛啊 没有哪种习气不能调福 万病种之啊 万病种之啊 所以 如是妙法性听闻啊 这样的 万病种之的方法被我们遇到了 那一个人 拿到了阿且头药 然后呢 好 好我明天再吃吧 哈哈 那他就没福报 哈哈 我说你马上吃 哇 药到病除啊 这有福报了 哈哈 好这个是 跟 从刚刚提起来啊 啊 太宗啊 有自知之明 这个是可贵的 好 那生知啊 创业不易 守成为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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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其坚 当然他体会到 创业不易啊 他也不愿意啊 这么难创立的 国家啊 又又 摔乱下去了 那 我们看到企业界啊 白手起家的 都非常 战战兢兢 是吧 他知道不容易啊 你看 一提到企业界 我们台湾很有名的 王永庆先生 啊 我们也遇过啊 朋友呢 去拜访他的 请教他 哎 结果啊 吃什么 吃便当 你看他九十多岁还在工作啊 吃便当啊 很节俭啊 直到创业不易 好 诸位同学啊 大家所生存的年代啊 成长的年代都是什么 不愁 吃穿啊 都是顺境哦 要会修 你看佛门 吃饭啊 其实这个延伸开来 就是一切物质的享用 都要注意到 要念恩啊 实存五官啊 诸子格言开篇的 一粥一饭 一粥一饭 当时来之不易啊 半师半驴 恒念物力维艰啊 顺境淘汰人哦 大家都要面临这些境界的考试哦 哦 比方说 往后 就是一个境界了 哎 这一点我们要点赞一下我们伟臣学长 是吧 啊 我也要向他学习 听说他的房间呢 很简单 换房间呢 very easy 两三下清洁溜溜 是吧 搬没多久 搬晚啊 像我们出家人说 三一一波啊 这家当 哇现在一想 差这个标准太远了 太惭愧了 这个就是佛啊 留下来给我们 以苦为师啊 生活不能享受 一享受啊 这个道心呢 就会退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这八个字很关键哦 大家注意去看哪个人 很注重生活享受 最后修学能提升呢 我看是不可能 你说那个 三居法师啊 盔机大师啊 哎 你不要理解错了哦 那是玄庄大师 一开始的善巧方便 哦 这个 有时候自己习记起来哦 不要拿祖师大德来垫背 啊 这个就是合法掩护非法 乱用典故啊 啊 比方说你看我们 要退缩了 把老和尚搬出来 老和尚说随缘啊 随缘啊 根本就是随便啊 根本就是 不负责任 明明缘是具足的 你要勇于承担 哦 这个叫 自欺了啊 明明自己就 想要退缩了 还要用合法的说嘛 掩护非法的心念 哦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避免 这个就是自欺了 合法 掩护非法 啊 玄庄大师知道 他这个前面的姻缘啊 是玄庄大师到西天取经啊 啊 遇到一个修行人啊 好像路定 好长好长的时间啊 哦 好像是在地里面吧 在路定啊 后来遇到玄庄大师 他说我在等 释迦牟尼佛 玄庄大师说 释迦牟尼佛 已经缘起了 哦 已经涅槃了 哦 他说这样好了啊 那你 就让他 这个投身到 皇宫去了 哦 这样玄庄大师回来的时候 可以杜托他 结果他一托 托到位慈敬德 这样已经 哦 哦 好像是位慈敬德的侄子啊 哦 可能位慈敬德这顶 顶向皇宫 哦 这个是 是建国的功臣嘛 啊 就投那里去了 哦 一投富贵人家啊 对这些东西 从小就 享用啊 哦 所以 玄庄大师要度他 他看到玄庄大师 当然也很欢喜吧 哦 前世节的缘哦 他就 除非你让我 啊 一箱书 啊 伸出来就喜欢看书嘛 啊 一般的人 不富贵你要看书也不容易啊 啊 一箱书 哦 还要 有人服侍 哦 哦 好像还要一箱珠宝啊 因为他过这样的日子习惯 啊 所以叫三居法师啊 哎 通通答应他 可是他一到佛式 你看 木骨沉中 大家知道啊 那个众生 咔 地狱的众生听了 心都清凉啊 啊 愿此众生超法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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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围 啊 这些幽暗的地方 西街文啊 哦 那 在佛式的一种 熏陶啊 他过去生修学的这些种子 很快就 提起来了 那他自然而然就 就放下 哦 假如 不关机也不答应他这个条件 他就不出家 哦 所以这个是善缴啊 哦 不能 把祖师都 拿来做借口 哎 好 哦 所以这个 哦 这些 父二代 官二代啊 也都在给我们表演 让我们能够处 富贵啊 而不堕落 创业 不易 所以 我们看这个孝经讲的 我现在讲的 360都有 你看 在上不骄 高额不为 所以常所贵也 满而不易 所以常所贵也 满而不易 所以常所贵也 富贵不如其身 然后能保其设计啊 而何其名人 啊 虽然这谈的是诸侯之校也 啊 但是 拉到我们每个人 哎 我们现在也是不愁吃穿啊 哦 啊 甚至于以后 我们也有可能 落干年之后 哎 你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哦 可能 大众的 支持也 供养也不少哦 这个时候 要稳得住哦 好 啊 在位期间啊 鼓励群臣敬见 劝谴他 哦 不只啊 鼓励群臣敬见了 他第一步啊 他还求见 哦 哦 而且啊 啊 别人讲错了 他也不反驳 哦 哦 这个太难了 哎 这一点哦 我们修行一定用得上 啊 大家有没有经验 哦 哎 刚好这个 亲戚朋友 提醒我们 好 在提醒我们的过程 哦 可能他讲的 跟实际情况啊 不是完全相同 这个时候 我们会很想怎么样 解释一下 好 哎 当你解释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对方的 感受 心境 会有没有变化 哎 他本来要讲 突然你一解释 他好像有点 哦 哦 有点 犹豫 哦 我们敏南话给丢 读啊 哦 哎 哎 哎 我好像 前天跟大家讲了哪一个 谡南话的 哦 不顺你 哦 哦 哦 你看现在 哎 突然有点迟疑了 丢毒 哎 我还能继续讲吗 哦 他会不会不高兴了 哦 我们敏南话不高兴 毕民 你看这个敏兰话 要感受那个英语同学 毕民 他会翻脸 他会恼羞成 你可能就让 因为大家要去感受 别人的状态 你这个亲戚朋友要劝你 还得要深呼吸两三次才来 结果你又解释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退了 有时候你还没讲话 人家一劝你 你那个眼神就让人家 我该算了吧 你要人家一讲 你那眼神点头 人家就越 越敢给你提醒了 这都是招感喔 所以刚刚说太宗有很多学处 来 臣子劝他 没有讲的不完全符合 他也不反驳 所以劝完回去啊 旁边的大臣说 他讲的不完全对啊 你怎么没有反驳 他说我一反驳了 可能让他下次不敢来劝 而且他受影响了 他一出去 别人一知道了 可能又别人影响别人劝我了 所以你看能成大业者 度量大 老汉讲经也说一个人事业能做到的 看他的度量 成正比喻 大度能容啊 所以鼓劝群臣敬见 批评其决策过失 这个是当前的臣子啊 他都很愿意听他们的意见 而且还要跟古人学习呢 令见官未争 及于事难等 应该包含萧德言 因为待会我们有一句啊 这个是在萧德言传里面提到的 还有储量 这些大乳 那一天跟大家提的那个 是林烟阁二十八 二十四工程 林烟阁二十四工程 那个话看起来就 哎呀 你就看到了 要大致的一种气象 国家将生必有真相 你看我们汉学院将生必有真相 连厨房都在富甲 是吧 好 这个都是很可贵的地方 我们从林烟阁二十四工程 要感受到什么 念恩啊 还有前人 东汉光五历 他有云门二十八将 都是不忘啊 开创东汉的这些工程 你看这些朝代 在历史当中都是很强盛 哎 我们刚刚说的 他为什么强盛 他为什么衰败 这里面就吐出来了 因为你杀工程 这个气象就受影响 你都不忘工程 的贡献 你看他的子孙会怎么样 感念这份恩义啊 所以这些开国工程 好几代都 对国家贡献都很大了 互相念恩的交感 所以整理历代帝王治国 资政史料 主要是 截取六经 事实 这事实是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那三国志啊 我们把它分成三本的话呢 那群书制药就是六十八部 还有诸子百家 经史子的部分中啊 有关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之经药 所以群书制药 这个字是主要是治国 因为是给唐太宗看的 还有一套书叫国学制药 那个字是主要是治学 治国当中啊 最惊讶的 会编成书 上史五帝 这皇帝 专序帝 帝库帝 还有瑶顺 这个是五帝 三皇 三皇一般指 福西室 神龙室 是不是也有含皇帝在那 宣远室 五帝之后呢 你看三皇以道治天下 五帝以德治天下 到三代 到三代下上桌 以仁治天下 到了春秋呢 以义 结果到了战国啊 哎呀那又有 战国就不讲义了 最后汉起来了 最后汉起来了 以礼治天下 所以用佛门讲我们是在简洁啊 下来了 而且我们现在是末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末法当中的正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末法当中的正法 可以啊 哎有讲经的 有听经的 一叫修行呢 然后往生极乐 那你就是末法当中的正法 这个正法要立在 哪里啊 哈啰 哈啰 立在我的身上 这个叫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末法复兴 从我开始 末法还有九千年啊 黄念老说的 哎现在平均寿命增加了 代表什么 可能是末法的一个复兴 可是在我们前几代 咣咣咣咣咣下来 要赶快上去了 你不能吓到有点拉不起来了 人心的教化越晚越难 所以教学为先啊 十万活几啊 我们这一次办实修班呢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一些了 有心的人很多啊 不知道怎么做啊 甚至于他的认知是偏的了 那就很可惜了 哦 你看这 出来从事传统外教学 很难得啊 哦 结果 很严苛啊 学生学了都怕了 都反感了 不是好心做坏事啊 为什么老师上要特别讲那个专题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哦 因为看到不少教学的老师啊 嗔恨心太重了 哦 哎 吃饭 边吃饭 还让学生在旁边发跪 你说那吃饭的啊 同学怎么吃得下呢 哦 古人有欺不折啊 你惩罚他的目的是帮助他改过啊 而不是造成他身心的损伤啊 你当老师当父母怎么忍心呢 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是学着传统 有时候我们处理师啊 还是没学以前那些习气的力量大 佛门有一句话叫强者先迁啊 诸位同学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 学传统文化以前的那些习惯力量大 还是学了以后 依照经教的力量大 你们可能比我好一点了 我二十多岁才开始学啊 你要扭转前面养成的啊 比方说拖拉 论文 都叫deadline 那个习惯要转也不容易哦 我看大家这一次金刚针好像没有踩deadline 这个就很可贵了啊 这个就踩那个下午三点以前是吧 你不能踩那个五十九分 哇那心脏都快跳出来 就不能拖啊 我要解释一下啊 不然到时候 人家对deadline不了解 不过西方这个词还挺有味道的啊 死 你又被荡掉了 好 所以这个不能随顺啊 这些喜气啊 所以人能宏道 好 你当父母老师的 是你把传统文化的柔软心仁爱心展现出来了 睡前不要责备 不然他做噩梦啊 吃饭不要责啊 不然他的消化不良啊 这个常力与药里面也有啊 吃饭的时候不要斥责子弟啊 他生病的时候 已经很虚弱了 不要折啊 对众啊 对众啊 你要给他留面子啊 不能折啊 他已经惭愧了 你就不要再折了 你看古人 你看考虑的这么细 出发点都是什么 为孩子考虑啊 为对方考虑啊 所以我们这一两代挺难的啊 老人家也是阵容发聩啊 这些开示都是很重要 大家有机会多学习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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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就查了一下 但是就 突然发现一点就是 这些功臣 最后的下场 都不太好 基本 《一言禿berger》全是病逝 而且有不少 有的是造反 有的被住九族的 有的很年轻就 病逝 暴病而亡的 然後 包括 嗯 之前听市长奖经也有说 他们也是躲在地狱 所以蠢人就在想 但是他们都有面对学到这些经典 遇到这些经典 究竟是哪一点没有注意 最后才导致的是这样一个火爆 那这个可能你要个别 个别个例去探讨 请坐 那毕竟开国的功臣 有一点很难避免 杀业重 你从因果来讲 那 这个为什么 安氏全书里面讲 万善先知 万善当中 就放生 爱惜悟命 大致论说 诸功得众 放生第一 所以还是到极乐世界也好 没有战争 不然这些事很难避免 那战争的因在哪 战争的因吃众生肉 你要去掉这个果爆 从因上去掉才行 遇知世上刀兵结 但听图门夜半生 他那个杀业的 这个业力一直举举举 举到最后就会有战争 菩萨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那念恩这个法要表 至于他每一个是哪些因素 那这个就可能要进一步个别探讨 有一点可能跟杀业还是有关 你看我们所讲的武将当中 结果好的比较少 非常明显的 这个曹兵他后代就很好 因为他在征战当中都是戒杀 救活了很多人 所以他的孙女当到皇后 你看李广非将军 哇那百发百中 最后他的孙子李灵 当然这些历史 他在什么因素之下 投了匈奴 这个说实在我们也很难论清楚 包含司马迁都有站出来帮他说话 最后被租了 李广当时候就有说 所有比我还晚建功立业也没有我多的 怎么都官位都在我之上 他有这个感叹 他也遇到高人 问他 问他 你这一生有没有很遗憾的事 他讲 有福人 好像我记得是八百人投降 他全杀了 你看这些业 一句 哇你看那个业力很厉害的 那个 现前的时候 他被租足了 你看历史当中 还有这个 明慧帝的一个大臣 叫 他的手头好像分开的 方孝儒 那个他也是一个忠臣 可是他带着业力 那个 明臣主 朱棣 登基了 把惠帝 取代了 那他是惠帝的臣子 他就不服 明臣主 结果 明臣主说 你再不服从 我租你九族 方孝儒说 十族我都不怕 哇 一下子 这个皇帝朱棣 怒了 租了他十族 连老师都进去 没看 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因呢 有啊 方孝儒的主上啊 有一次要清一棵树啊 结果呢 前一天 就有可能化成人形了 来求他 几百条人命啊 蛇啊 有蛇窝啊 让他们 搬家 他祂祖上啊 没同意啊 把这个蛇杀掉了 他中这个阴呢 大家要知道啊 有一些动物啊 称恨行很重 他要报仇了 所以这二十五死啊 里面呢 也都展现也是因果报应死啊 所以为什么说菩萨为因呢 众生为果啊 当然这个功过啊 也没有混在一起了 你杀业太重了 可能这个果报啊 先献钱 我也跟大家 好像是昨天 我讲课里面 罗斯德 那唐朝也是一个名大臣 他一生 很公正 严明 可是误判了一个案子 伤了两条命 也折了十二年的寿命 这个在汇兵里面都有 他有讲出来啊 所以有记录下来的 好 当然 这个 我们时间有限了 有机会可以再探讨 这些个别的情况 一定都有他的因果 四出四间法 从事上不离因果两个字 好 当然我们假如从另一个历史 汉朝 你看 汉初有三节 其中这个萧河 很会管理国家事务 这一段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不如张良 那带兵呢 不如韩姓 当然 当然韩姓呢 在君主面前呢 也说犯了忌讳 他说自己是多多益善 那皇上听了会怎么样 不是很舒服了 出言还得顺人心 那萧河呢 他有一个做法特别难得 皇上在 犒赏他们的时候 他要的都是人家不要的这些地 比方说 我们假如用比喻就是 这个天安门前面 长安 长安街 哇 你要黄金地段 那是什么 每个人都想要 他一要 城外那些地 没人要 保证他的子孙要勤劳 黄金地段收租就好了 不用工作了 你慢慢就安逸了 劳则失嘛 失则善心生嘛 义则赢 赢则望善 望善则恶心生嘛 所以富不过三代嘛 所以萧河在这方面 他也有远见 是因为后人调查 他开国的汉朝的这些工臣啊 过了几代他们子孙怎么样啊 几乎都没落了 只有萧河还可以 他的后代 所以祖先有远见啊 还是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依据啊 经时指 有关修其制品的经要 慧及陈书 上始五帝 所以刚刚说的啊 我们在简洁啊 一直在推游 下气尽草 从至一万四千多部 我有时候读到这里啊 就想 现在我面前有一万四千多部书 我看我都傻了 咋挑啊 你看古人不得不得 令我们佩服啊 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 而且还要从八万九千多卷里 再选精华哦 博彩典籍六十八部 就是从这六十八部里面 又再选精华 共五十余万言 结果书成 这部书编成了 如魏征呢 于续文中 魏征有写一篇续文啊 大家也可以 抽空去学习 所说的 实为一部 魏征的话都是大实话 用之当今啊 足以鉴揽前骨 你懂得用这一部书了 你就能以前人的这些 智慧啊 历史为借鉴了 鉴揽前骨 传之来业 这对后世 可以移决孙某 移就是给予了 给后世啊 他在遇到世的时候 他能知道怎么去考虑 怎么去计划 应该做什么 应该避免什么 才能成事啊 这个是移决孙某 这个某字啊 必也灵势而聚 好某而成 孔子是肯定这样的人 的智世宝典 所以太宗啊 喜其广博 而窃药 你看包含的这些金石子 很广博 而且 很窃药 都是掌握最重要的 所以日日啊 手不试卷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学 大家在这一段时间 当然不能只有这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养成没得干 而且你看我们老和尚是好人 做到底啊 为什么叫三六零 鼓励大家 不间断的学习 每天一折就好了 教人以善物过高 用心良苦 他真的每天看一折啊 保证他 会越看越多 为什么 他受用了 他就愿意了 这个都是街影的善巧 一个人每天 坚持念一千声佛号 我跟你保证 他会自己加 因为他真的坚持下来 他会感受到念佛的受用 但是你一开就开五千了 怕他吓跑 所以 太宗有约啊 使我鸡骨灵士不获者 这个鸡是考核啊 等于是他遇到事啊 他都会以死为借鉴 来考虑啊 他就不会迷惑了 不会觉得 不知道怎么思考 怎么决策了 亲等立也 感谢这些编书的大臣 这一句是在萧德言传 新唐书里面的话 由事而知啊 真观之志的太平盛况啊 此书贡献大义 成为从政者 必读之宝典啊 那非常奇特的应援 我们习主席的父亲啊 习仲勋先生 特别赞叹这一套书 亲笔写了 古镜金剑啊 四字 来 肯定这部书 那现在 习主席是 特别强调啊 文化自信 要 努力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当然首先是文化了 因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啊 你没有文化 就 没灵魂啊 有可能就 有可能就随波逐流啊 随什么波 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啦 那就可能变形式走漏啦 你看现在孩子 玩物丧志了 那变形式走漏啦 那这个伟大复兴啊 那少不了 群书之药的弘扬 所以老和尚说是观世音菩萨 老和尚强调这一部书啊 可以 复兴 民主 甚至可以利益世界 这个我是很坚信 因为我们遇到 跟你们提的那个Toki 他就协助主政者化解了他 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政治危机 靠群书这样的教导 一句有 我记得 这个都十年前了 十年前左右 我在马来西亚 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有一天呢 我看到一个相貌不凡的人 走进来 但是我要去上课了 后来啊 我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印度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一个部长 他到马来西亚 中华文化 出公差 他的 当时候 他的领导啊 交代他 你到马来西亚呢 因为我们这个360翻成英文嘛 他说你到这个单位啊 去拿着本书 哇 你看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看了觉得有帮助 我们也接触 马来西亚 这个也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 看了这个书说 哎呀 我早看的话 少饭很多 臭啊 这个都是他们有感而发的 言语 好 所以真的是 从政者必读之宝典 那不只是从政者 他可以治国 嫌能不能自家 所以也是每个有家庭的人 必读的宝典 包含每一个企业团体 哎呀 很可惜 应该请这个道圣和福先生来推这一本书 就有力量了 哎呀 你看 鸡不可死 我也不会讲日文 当然可以找会日文 您会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败找结果 好 好 蓝银啊 好 蓝因啊 当时中国 没了 孤本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 老和尚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世库全书他就 印了一百一十多套 买了 世库会要就三百多套 就怕典籍亡死掉了 那为什么办英国汉学院 印了这么多保书 总要有人看得懂 能深入 能讲解 能翻译 能弘扬 这个责任 就在我你的身上 讲你我 我你 好 宋史亦不见记载 所幸日本经责文库 常有 连昌时代 日本僧人手写的 群世之要的全智 你看当时候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 你看连这些书他们都很珍惜 因为汉传佛法 它是奠基在儒家道家的基础 这个佛在起世界经都点出来了 他请二圣 于震荡方向教化 哪二圣呢 如同菩萨 就是孔子 另一位是佳赦菩萨 就是老子 哎呀 我当时候看到 《体系世界经》这句 哇 很欢喜 所以当我接到 可以到海口去推第四国 我就很高兴了 因为汉传佛教 要有儒家道家的基础 我们能尽一点点心力 觉得很很欣慰 能出点力了 因为我在学佛初期 有学习这个应祖文朝精华录 里面就提到了 是有真主 方有真身 所以你一个高生大德 他都要有传统的基础 一看老和尚说 他分析了几十年 为什么上一代出那么多人才 到他们这一代 他弟弟小 他六岁都没有这种姻缘 学习传统文化 原来是上一代有传统文化的基础 那主要就是儒家跟道家的基础 所以万法因缘生 这些因缘大家不能忽略 那生人也很重视传统的经典 那我们看到 这也是英国了 你爱护人了 最后也得到人家的回报 把这一套宝书回到中国大地来了 并于清乾隆六十年 由日人送回中国本土 可能那个机缘就是 这个嘉庆要登基了 那是大事了 他要来祝贺 把这一套书送回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 四部重刊和台湾 分别以此版为底本 引印出版 你看老和尚印了一万套 也送给各地的政要 希望他们能学 那这一套书啊 因为是清朝乾隆六十年传回来 哇刚巧啊 清朝编的师库全书 师库辉耀 这一套书就不够重视了 这个也是人之场景嘛 他铁钉要比较推崇 他们编出来的 当然这两套书也是太可贵的宝典 所以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 的确能为全世界带来永恒之安定和平 所以每一个朝代啊 只要重视这一部书里面的教导 那个朝代就会兴盛 所以最极关键者 极国人本身呢 必须真正认识传统文化 断以起信 那这里老和尚为什么要点出来啊 国人啊指我们呢 给大家想一想 我们华人以外的人一看 你们炎皇子孙都不学 华人都不学 你觉得他会觉得 这个书很重要吗 你们自己的人都不学啊 人家就会怀疑啦 哦 所以 这个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呢 汤恩比博士啊 七零年代 他就预言 他是一个英国人哦 他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啊 要靠中国孔孟学说与大臣佛法 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我请问大家 那孔孟学说再浓缩 他的精华是什么 大臣佛法再浓缩 精华是什么 老和尚把它浓缩成四个字 哦 所以这些地方我都很佩服老师 你浓缩浓缩你就好受辞 好 这个再发给大家学习哦 孔孟学说的精华 仁义中书 大臣佛法的精华 真诚慈悲 那你就掌握肝 那你就掌握肝灵了 佛家叫种慈法门 好 我们今天到十一点 因为礼拜二啊 我们停了一次 想说呢 在其他的课程我们把它补一补就好 好 好 我看现在 好 有些同学 也是 非常充实 时间也排得比较满 好 大家待会儿有没有事啊 好 没有了 好 好 虽然呢 他们比教授啊 指出来了 他没有人认识啊 老阿尚在英国访问 跟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 汉学院的学生教授交流 那这个我有参与了剑桥大学 那一次我在场 所以老阿尚这段话我很熟悉 老阿尚问 这些汉学院的学生 哇 你看 这是一个 他们剑桥的汉学的学生 用比我标准的普通话 我当时一听就有点震住了 哇真的讲得挺标准的 哦 哦 在主持 啊 跟老阿尚的这一个 座谈 哦 那老阿尚问过他们 哦 所以汉安比教授啊 讲了这一番话 哦 你们认识 对汉安比认识啊 比我更熟 更深啊 哦 那汉安比讲的这个话呢 哎 你们能承认吗 哦 哦 老阿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哦 哦 啊 啊 他比教授很肯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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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学说大臣佛法 可以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了 哦 老阿尚这么问啊 哎 哎 这些 学子啊 啊 啊 大家就对着老阿尚笑 不说话 哦 哦 笑了半天啊 老阿尚 说等不及了 我又反过来问 难道汉安比的话说错了吗 啊 他们还是对着我笑 哦 我们大家都笑啊 等到后头啊 没消息了 哦 你看老阿尚这个应对也是很有味道啊 啊 老阿尚对对他们说啊 哦 哎 你们逼着我说话了 哦 我说你们很聪明啊 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啊 哦 哎 他为什么不赞成也不反对 哎 第一个 唐教授 威望那么高 他怎么敢反对呢 可是为什么不赞成呢 哎 哎 你们中国人也没学啊 哦 所以你看老阿尚提的这个啊 很有道理啊 哦 你 你 你国人不学 嗯 那外国人一看啊 打个问号了 哦 所以当时候在汤池啊 推展传统文化 哎 结果离婚率犯罪率啊 快速下降了 啊 当时候也有一些大使去参观了 哦 哎 印象都很深 哦 所以你 你 你自己国人学了 做了 哎 人家有信心啊 哦 哦 哦 所以 这个圣贤传统文化 实为一切众生啊 自信流露 超越时空 更古弥星 哎 跟性德相应 哦 那就是真理咯 真理当然不受时空影响了 哦 成德也是有比喻啊 哦 我们中华文明像五千年的大树 那个根本有没有变啊 没有 亘古 亘古 但是明星 哦 因为这一棵树啊 每一年都开心枝啊 啊 这个心枝 是因为那一年的阳光空气水 那一年的气温环境 开出来了 啊 適应那个时代啊 哦 所以活学 活用在这个时代 你看佛法讲 本土化 现在化 传统文化也是一样啊 你说 这个唐朝 它前面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了 它为什么又开一个盛世啊 它也是 群书制药里面这些金石子 它用出来啦 用在唐朝啊 用在唐朝啊 不是用在夏朝哦 什么 哦 所以这个亘古弥星 而学习的关键呢 端在沉静 二字 啊 所以应光祖师有强调啊 诚与恭敬 这个是 历代祖师啊 这个千古流传的 修道最重要的 是 关键所在 所以老外上说的 你要学传统文化 要具备 真诚心 恭敬心 亲敬心 才能学好 有这个心啊 那我们才是法器啊 才看受大法 不然呢 听了 要不留掉了 要不恭敬嘛 不珍惜了 要不 不恭敬 傲慢了 乱加东西了 那你就加成毒药了 所以素而不作 性而傲骨啊 那屈里曰 无不敬 那屈里开篇就说了 你看我们佛门 普贤醒 第一个 礼敬诸佛啊 看都是相应的 礼同出于一元 卢士道啊 庸正皇帝的上欲 因为鲁士道啊 可能很多 学得不通的 在那互相攻击 皇帝站出来说话了 在关键的时候 都要说话了 礼同出于一元 鲁士道 礼都同出于什么 你看 智性的流露 鲁士道都是这样的 道并行而 不相悖 相通的 相辅相成 所谓 佛教见性啊 道教保命啊 乳教明轮 这个 刚常事正啊 虽然同出于一元 但侧重 儒教儒要教五伦八德 佛门也有教 在小陈经里面 阿含经里面很多 那进一步呢 民心见性 恢复 性德 无量的智慧德能 那道家 有一个专长啊 保命啊 养生啊 所以大家看现在健身呢 八段情 啊 这个都是道家公啊 好 道家因果啊 我们学的 太上感应篇 啊 前卿 康熙曰 灵明以主境为本 治理人明啊 啊 要从啊 要从啊 恭敬出发啊 这是根本啊 啊 所以论语说的 道千圣之果 我 敬事而性 你看这个敬摆前面 当然你恭敬了 你会不会索性用啊 会啊 你看这个敬就是 种词法门啊 啊 啊 所以了凡事训里面讲 爱静存心 这个就是种词啊 你对一切人事物 你要爱静 其实你就是用真心去 去对待一切静缘 所以率性之为道啊 爱静就是 循着你的真心啊 啊 洁用 而爱人 你恭敬了 你不会 乱 是奢侈的 使命以实 你尊重百姓呢 你不会在他农死的时候 还把他调出来 做工程 那他不就没饭吃了吗 误了农死了 没收获了 所以这个 静志重要 所以 臣与静 千古相传之学 不悦忽 不悦忽 没有超过这个 所以这个是 总纲领 这都是康熙皇帝说的 臣子曰 敬胜百邪 所以我们 群书之要 依修其治品为刚 所以修身第一条 明理篇 我们要先明理 这个在第七页 你看明理篇 首先甲是上德 上道利得啊 上道利得啊 这里面第一句就是 强调 主敬存存 心地下这个沉静的功夫 上道利得 啊 啊 啊 这个 这个第二啦 第二 独行篇 你明理了 你真正要落实啊 第一个 刚呢 就是 主敬存存 心地下这个 沉静的功夫 所以千古相传之觉 不悦乎此 而且你在一切境界 能主敬存存 邪念都污染不上来 敬慎百邪 所以说明了 修身敬德 这是 成就自己 明明得了 历世记明 这是清明 唯 沉静二至 方人原成 哦 所以 你哪怕是 治理一个团体国家呢 你的心都在沉静中 一定可以治理好 若对 古圣先王之教育 毫无沉静 众 骗懒群疾啊 亦难获 真实的益处了 所以孔子曰 素额不作 就很恭敬 谦虚 幸而好顾 就是相信 不怀疑啊 噢 视野啊 老和尚最佩服孔子的 这八个字 其实治的就是我们 最严重的毛病 称慧的核心啊 是傲慢 哎 素额不作 对这傲慢 啊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啊 哎 幸而好顾 嗯 好 贪心的核心是情子 哎 你真正爱爱护对方了 应该成就对方了 不能随顺情子啊 哦 你看当妈妈的人 你不能调伏情子了 就变溺爱了 还要理智啊 不能感情用事 啊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啊 清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游 可不要勇欲爱河 哦 那就勇无初起啊 你看爱对方 反而害了对方 以示因缘 经百千节 常在残伏啊 这一句有印象吧 啊 好像是在 六合镜 跟大家交流的 我怜辱色 辱爱我心啊 以示因缘 经百千节 常在残伏 所以大家去观察 控制欲最强的症啊 男女夫妻啊 控制欲很强 你是我的人啊 这个我所就很强了 好 觉悟了 大做梦中佛事 你一觉悟了 夫妻相处便菩萨道 差很多啊 你们夫妻相处便榜样了 就行菩萨道了 你看我们黄老就表演给我们看了 你看全家都很有成就 夏年居老居士 哇你看他们全家照相啊 他后代都学佛啊 都很可贵的 好 过去啊 孙中山先生 于三民主义讲演中 民主主义第四讲 陈云 欧洲的科学发达 物质文明的进步 不过是近来两百多年的事 那差不多就是这两三百年 从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 讲到 大家注意哦 是他们的科学 物质文明 但是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 第一 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孙先生这段话重不重要啊 哇 你忘了他这句话 你搞全盘西话就麻烦了 这是值得我们中华民主反思的一点 你看现在整个世界走到死胡同里面 首先 环境的问题 现在怎么解决 你不回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敬天爱人 敬天就包含对整个大自然的尊重了 就很难解决了 所以汤教授都看到这些问题了 汤教授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了 你这样的农耕完蛋了 农药化肥不行啊 他都看到了 他都看到了 传统农耕啊 还有吃素啊 不然很难逆转 温室效应啊 所以政治哲学的真谛 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就是要向中国学习啊 所以 陆克文先生的哥哥陆克雷 他也有去过陆江啊 他也有去过陆江啊 这个360我们送给他 他看到这个姚帝的心境 他说哇 你们以前的天子是这样的心啊 他看了很惊讶也很敬佩啊 纯心于天下 家智于穷明 这个360里面有 痛百姓之离罪 忧众生之不遂 百姓日子 能不能好过啊 他常常都是担忧啊 有一个人挨饿了 哎呀是我害了他 让他饥饿的 有一个人寒了 哎呀 我让他受寒了 有一个人犯罪了 哎呀我没有把他教好 这是圣王的心境了 所以 领导人假如这样存心了 我这个国家就福报了 所以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所以朱金都知道啊 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 但是现在德国人研究学问的人 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 德国很多汉学家 你看瑞典高本汉 他他他讲出了 这个 汉字 不可废 啊 汉字不能改 人言不可废 经书不可废 汉字不可改啊 文言 不可废 啊 现在我们 华人看这种文言文的 比例不是太多了 汉字不可改 一个瑞典人说的 文言不可废 经书必须读啊 他要唤醒我们中华俄虑 所以这些欧洲 德国的 学问家 都要研究中国的哲学 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 去补救他们科学这篇 所以爱因斯坦也很佩服佛教 他等于是科学的太陡了 所以 因人 汤恩比博士更云 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孔孟学说 以大臣佛法 静观今日 世界乱象分成 从身心 家庭 社会 团体 到国与国 社会 社会 确实有存在问题 所以欲救世界 救中国 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能办到 都是教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 所以老祖宗流传至经的 治国 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与成效 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 所累积的 宝藏 结经 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群书之药 至真至贵 果能生解落实 天下太平 个人幸福 自然可得 这个我们是有信心 在汤匙做实验 证明 人之诸如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我们现在在兰彼得 我们也是安住姻缘 被盗而行者 则不免自遭 灾殃 祸患无穷 祸福无门 为人自遭 所以今日群书之药 之重现 使有其神圣使命 若世界各国各党 各级领导 共同学习 则和谐社会 大同之志的世界 指日可待 新见群书之药 重新出版 在即 言出人者 主语为序 仅以此术语 表随喜赞叹之意 是台湾的商务应输馆负责人 言出 仁者 他也是请老和尚写序 老人家也是随喜赞叹 好 我们今天学习 也不是偶然 我们也有弘扬之责任 编辑说明 群书之药360系列读本的出版 受到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导师 世敬空老教授 考虑到现代人 日常生活 工作的实际情况 编辑主将原有目录 大纲 军道陈述贵德 为正 敬慎明辩 进行调整 因为当时候是考虑 这个是治国 所以把军道陈述放前面 那后来 现在人生活 这一部书 对个人 对家庭都有帮助 所以按照大学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四纲 目 重新排列 而且是从群书360 一到三册中 再选入360句 针对个人 家庭 企业团体中 面临的具体问题 分门别列 分门别列 希望能够从传统的经典中 得到直接的指导 大家要遇到什么问题 翻一翻 就有解决的方法 我们是 依照老和尚这样的 一个设想 来编这一部书 所以当今 各种世界性问题 现在人的问题 表面上 分杂 繁杂 分层 但总逃不脱 人事物之间的矛盾 作为五千年文化载体 经典给我们 提供了根本的解决之道 只要我们 能够相信和落实 一定会有真实的受用 要为人演说 这才无愧于先人 心力 费尽 保存文化之良苦用心 我们好好落实 展现世人 世人就对我们这些古籍 有信心了 由于编辑主 德行学士有限 本书定有许多疏漏之处 恳请诸位仁者 不令赐教 大家学习过程 觉得这个内容 有待商榷 或者可以改进的 也请大家 多批评指振 忠心祝福 每位读者 在古圣先贤 智慧的引领下 身心和谐 家庭和乐 事业和顺 亦期盼 本书能帮助社会 化解冲突 消弥对立 促进世界 安定和平 我们祈愿 学这一部书 弘扬这一部书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 也 提醒 所有有机会学到这部书的大众 也 不令给我们赐教 当然 假如说 用了之后 没有达到 身心和谐 家庭和乐 事业和顺 我们可以探讨 探讨 铁定用的过程 可能有点要调整的部分 我们幸而好苦 不怀疑 这一节课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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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